今天用土豆来分享一道营养药简单的早餐饼 也特别适合懒人来做 当主食也可以当早餐 准备两个土豆和三分之一根胡萝卜 先把土豆擦成细丝 加入清水 把土豆里面的淀粉清洗干净 捞出来沥干水分 加在大碗中 把胡萝卜也擦成细丝加进去 简单调个味 盐 胡椒粉 一小勺面粉 充分搅拌均匀 让每一根土豆丝均匀地裹上面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平底锅刷一层薄薄的植物油 把土豆丝加进去 铺平整 然后用锅铲按压平整 开中火慢慢煎 边上变得微微焦黄了 就差不多熟了 然后取出来放在烤盘上面 对半分开 一边刷一层番茄酱 铺上一层芝士碎 对折起来 烤箱上下火200度 烤6-8分钟左右 汁湿融化了就可以了 取出来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外皮焦脆 里面软落拉丝 简单要好吃的早餐饼 一定要试试哦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 期有一时间 讨论